许是因为细化的声明在外 美貌和才华并存 每次乔西敏的画展 都是一票难求 画展售票所有的收入 都以画室的名义 捐献给贫困地区的学生读书 这一举动既赢得了赞赏 也赢得了不少掌声 在外人看来 这也许是乔西敏身为乔家千金 不差钱 善良有爱心 可芸汐知道 这样的虚名和荣誉 能给她带来更多的关注 和更高尚的头衔 这对她来说 是踏进名媛宴会 最好的护身符和最大的底牌 名媛宴会考核的 无非是豪门千金们的才华样貌 品行修养 以及为公益事业做出的贡献 因为举办第一名媛 最终的目的 也还是为了公益事业 芸汐这才想起来 难怪最近进度 多了很多名媛举办 慈善拍卖的活动 看来大部分都是 临时抱佛脚 为自己度度金 让自己参加宴会 多一层保障 对于芸汐来说 这不过是羞辱良心仪的一个平台 能不能赢得第一名媛的头衔 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赢了 她能得到京都所有的人脉 反而会成为困扰 以她爸她妈的性子 她若是不被榨干 所有的利用价值 他们是不会伤疤甘休的 这便是她的亲人 绑在她拴腿上 拖累她的束缚 芸汐 站在公告栏前 芸汐突然听到 身后有人喊了她一声 她转头看向身后 不意外地看到 乔西敏的身影 白裙飘飘 身材高挑 默黑的长发吹在肩上 看着就像一个 柔弱无骨 让人怜惜的神仙姐姐 如果不是她见识过 乔西敏最丑陋的面孔 恐怕她现在 也会被这张 美艳娇柔的脸蛋 给欺骗了 啊 学姐 眨了眨眼 芸汐连去谋底 不经意涌出的情绪 但笑着眯起眼 怎么这么巧 我特地来找你的 我去了你班上 你同学都说你 还没从实验室回来 所以我过来找你啊 没想到 你在这里啊 啊 我刚下课 怎么了 有事吗 芸汐见她一副和善的模样 走上前来 想拉自己的手 她连忙把手缩了回去 脸上换了个尴尬的笑容 不好意思啊 我这只手 刚解剖了几只老鼠 手上还留着味道呢 啊 啊 没事 乔欣明脸色一僵 她最害怕老鼠那种 黑不溜秋的生物了 一想到她这双手 刚刚解剖了老鼠 她就有一种 不寒而栗的感觉 整个手臂都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 脸上陪着笑 说着没事 手还是不自觉地缩了回去 芸汐逆了她一眼 上一试 乔欣明最怕的就是老鼠 这一试 还是一样 抬起头 她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啊 啊 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啊 是这样的 我在学校办画展了 给你送邀请函 记得来看哦 说着 乔欣明从包包里 拿了一张精美的邀请函出来 递给芸汐 芸汐抬头 看了演艺旁的公告栏 我刚刚看到这里的公告了 没想到 你就给我送邀请函了 真是荣幸啊 你的邀请函可是 一张难求呢 今天也还是做公益活动 所以呢 邀请函只是个仪式 朋友之间表达敬意的邀请 今年的画展呢 全校的师生都能来参观 不上门槛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太好了 收起请减 她朝乔欣明笑了声 谢谢你的邀请哦 我一定会来的 好 那等你哦 我一定会的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一定会的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